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我是朱兆章 应该是五安 今天我们很开心 趁着书展有一个分享的机会 我们这次分享是为了有两部书 其中一部,大家会看到这一部,淺色的这一部 就是《回首》 这部《回首》里面收了25篇的散文 属于会计的散文的精选 这个精选里面有一些新的元素 就是由陈德錦博士 撰写很详细的赏识分析的文字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另外一本重点的书 也是会计20周年的《诚意之作》 就是大家看到这部《香港人》 《香港人》这部书内容都不用看,只是书名 都已经很有历史感了 因为再过会计,再过20年的话 可能这部书要改名叫《大湾人》 都不一定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书名都知道很值得 珍藏幾本 里面其实有27位在会计出书的作家 应要就着同一个主题 不是写什么文都要 而是盧凡27位作者 就着《香港人》这个主题 命题去写作 所以里面有20篇的散文,或长或短 里面也写了有所谓香港知名的人士 但也有些是不具名的 可能有些作者、作家写去自己的亲人 爸爸、妈妈 都是扣着主题 27篇都是从来未发表过的新的文章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待会也可以看一看指教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主要是 呼应《香港人》这部书 我们定个题目叫《香港人不下的香港人》 我们有27位作者 今天我们来了9分之1 9分之1 我们请了三位作者来到 这三位作者 一会会跟我们个别 就着《香港人不下的香港人》 做一个写作、阅读 或者种种的心得分享 一会我们的环节的安排 大致上会是这样的 每一位讲者上来 会做一个分享 大概是20至25分钟 各自分享完之后 我们也有10分8分钟 是现场大家可以交流、聊天、对答等等 再剩下一些时间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买一本书进来 请今天有出席的三位作者 可以签一下名字 三位讲者 详细的介绍 一会我会 他们上台的时候 做预备的时候 我会趁时间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现在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让他跟大家打招呼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潘步超校长 谢谢 潘校长有很多身份 有博士有校长 我选了校长的身份 另外一位就是刘伟成先生 刘伟成先生 诗人、散文家 另外一位就是尤恩尼老师 刚刚又拿了奖 一会我再详细讲他们的写作履历 我们先后的次序 就是各位粉丝 你拿出来的灯牌 拿出来的哨子 我们发言的先后次序 就是刘伟成先生才发言 第二位发言的就是尤恩尼老师 然后最后第三位发言的就是潘步超校长 或者我们现在先请刘伟成先生上台预备 好吗? 这边上,小心 那你预备好就可以了 好,各位你们好 第一个讲也不知道讲什么 香港人不下的香港人 本来我要讲一讲就是这本书 收到这本书里面 我第一个的感觉 我就立刻给WhatsApp 郭雄师兄和邵章老师 就是说 我的篇在这本书里 显得很突压 很硬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因为原先我写的时候 我是写了这一篇 我是写了邵章老师的 那么就撞了 于是郭雄师兄的命令 就说 你多写一篇行不行? 那我就说 好吧,那写哪个呢? 他就叫我 你写一个 真是香港人的公众人物 但是OK 于是我就选哪个呢? 我就选梅艳芳 但是梅艳芳 我不懂梅艳芳的嘛 那怎么写呢? 那死了 于是 梅艳芳的印象 比我如何 但是我又觉得 为什么我会选梅艳芳呢? 梅艳芳是真的很多个人 都对她很喜爱她 而且她还有一些特质 真的是香港人的精神 那么 我很想表现到这件事 但是怎么去表现呢? 于是我就很惆怅地想 我应该如何去写的时候 应该如何 于是找了资料 就是一般来说 梅艳芳现在过世了 现在在座有没有人不懂梅艳芳的? 没有啊 那也好些 因为现在我播出梅艳芳的歌 有人说我不懂梅艳芳的 梅艳芳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原来 《曼珠沙华梅艳芳》 甚至怀念她的文集都叫做 《最后的曼珠沙华》 《曼珠沙华》就是很华丽的一种花 我本来就是想 不如用《曼珠沙华》来写 《曼珠沙华》来写 刚好《曼珠沙华》 就是她唱了《曼珠沙华》 也是这套衣服的了 是吧? 很华丽 好像在香港博物馆里面 也是收了这套衣服 好像很代表到梅艳芳那样 有一种妖艳 曼珠沙华是红色的 在黄泉路上的那些花 又很適合她 那么年轻就过了身 于是我去研究 如何去写《曼珠沙华》、梅艳芳 后来写了一下就觉得 这个人的形象实在太熟了 我们有时候写作就是太熟了 不知怎样写 是吧? 已经写尽了 人家用了整本书来写 《曼珠沙华》、梅艳芳 《曼珠沙华》 或者是… 总之是… 或者是在这个… 那套… 那套叫什么? 在《西环柏》那套叫什么? 《燕之寇》 《燕之寇》 《鱼花》的形象 也是非常深入闻心 那怎么写呢? 于是就徘徊了很久 所以应该… 这本书最迟交稿应该是我的了 那… 最后呢 就是… 我就另一条线去切入 就是… 《香港女儿梅艳芳》 那《香港女儿》这个名字 这个切入如何呢? 我就开始… 咦?觉得好像亲切一点 但《香港女儿》这个名字 其实来自她之前 在《凤凰卫视》有个特辑 《抗左辉》 说香港女儿梅艳芳 亦都是很熟悉 但是… 而且现在在《星光大道》那里 那个《铜像》也叫做《香港女儿梅艳芳》 大家可以看到 于是我就开始想 但是… 我特意去看这个《铜像》 就是说… 咦?她表现了香港… 如何表现出她是香港女儿呢? 于是我就在想… 我很想切入这一点点 就是… 就是… 很亲切 就不是跟《万珠沙华》 是另一条路 我觉得呢 选择这条线呢 是容易一些 去给人一个耳目一身的形状 所以呢 写作第一点呢 就是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 于是呢 那篇文呢 我首先就是说 在《星光大道》的铜像里面 有两个巨星的铜像 一个就是李小龙 一个就是梅艳芳 那么李小龙呢 就是你会发觉 那个形象呢 大家都很深入闻心 这个姿势 是吗? 这个姿势 是不会有另一个姿势 是代表李小龙的 但是梅艳芳没有 那梅艳芳是哪个姿势呢 我一直左看右看 我觉得这个铜像 在哪里可以突演到 香港女儿这个形象呢? 我不是说曹淳欣先生 钓得不好 他钓得很漂亮 其实已经是那个铜像 只不过勾起不了 我觉得梅艳芳 是香港女儿的这个特质 那么对于我来说 香港女儿 要是什么形象呢? 我就会觉得 如果你是 那个女儿 你女儿最 最 最 就是很 腰心腰肺 做一些事情 就是很 心系你 令到你很多时候 你会很 很心痛 或者如果她生病的时候 你宁愿 生病的是你 其实我记得我自己 我虽然也挺喜欢梅艳芳 但我还没有看到她 那种 甚至她的演唱会 都没有去看过 但我特意去买 去演唱会的那张碟 收藏 但我真的问自己 梅艳芳最感动我的 是哪一刻 我看她的东西 真的会流泪的 就是这个镜头 就是什么呢? 这个镜头大家是什么? 有没有印象? 对了,没错了 后面也说 他最后演唱会的时候 他就说 我穿了一件婚纱 因为我从来没有穿过自己 属于自己的婚纱 我自己穿一次 然后我将她嫁给舞台 我嫁给你们 那已经 哇,真的要心要肺了 对吧? 不,她要心要肺 好像形容一些人很坏 就是已经很心痛 女儿病了 都在唱歌表演的时候 于是 到最后 她拖着婚纱的尾 到她的梯级 她回头说一声 拜拜 对吧? 那一刻 我真的哭了 然后哭了 然后哭了 那一声 拜拜 她不是说演唱会结束 她只是说 这个已经是我最后一场表演了 这是我生命的结束 拜拜 我这一刻 我穿着婚纱 我给你最美的一刻 而她是唱《夕阳之歌》 那我就觉得 《夕阳之歌》 整首歌的旋律 不断地在我收到这个任务之后 在那几个星期 不断地在我的脑子里营绕 不散 我于是如何去发展这条路 这样 以下我们呢 我将《夕阳之歌》 真的唱最后的 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 这首歌有很多很多的意思里面 有我自己的心声 但是同一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夕阳很漂亮 黄昏很漂亮 但很快 眨眼都会变成过去 所以我们要把握住 每一分钟每一秒 以下我们 我希望告诉你们 夕阳很漂亮 不过只剩下黄昏 那名叫夕阳之歌 最蓝のウォー尼 全无塘 没音乐 何 ولا有一只间灿闪 随蚂下햇 神随很光彩不复 我 你向前去 好 大家很想听下去 不过少我不 alma 商量测时间 如果想听web 就是YouTube能听的 师傅 Accounts western Master 我找 CORCO 好,於是我就在這裏想 這個片段其實很多人都很熟悉 但我如何將它融入了 我可以說香港女兒和梅艷芳這一幕的關係 我如何將它扣起來呢? 我就問自己 我如果要替梅艷芳 很多人都說梅艷芳整個命徒真的很坎坷 坎坷的話,我們就替她訂一個掛 替梅艷芳訂一個掛 我會覺得它是屬於什麼的掛呢? 我就會覺得是一個剝掛 為什麼呢? 因為剝掛就是全部它下面 這個下掛是屬於地 上掛是近掛,就是山 上面的一個是唯一一個 整個掛裡面的意思 上面這一環是羊咬而已 就是代表羊 下面那些全部都是陰咬 是代表剝落的意思 整個意思呢 它的掛就是代表陰剝羊 含意抽象 因此涵蓋面 凡事是衰落 風氣變化 一切走下坡的現象 都屬於陰剝羊的範圍 因為這個掛 另外一個代表的時分 如果是用來代表一天的誰的時分 正好就是代表夾羊的時分 因為它只剩下一個羊咬 就是代表夾羊的時分 所以我就說 哇! 完美! 我認為梅艷芳就是剝掛 所以我拿到上面的羊咬 代表她的婚紗尾 一直拖到最後 然後這個羊咬是化成一些豪氣 大家都知道梅艷芳 根據曠祖輝所說的 如果你要借錢,想不還錢 你就去找梅艷芳借 是嗎? 很豪氣,很合氣 我們就開始出來了 她在香港女兒的一個原因就是 她雖然在家裡是拉女兒 但是她很豪氣 很合客心腸 她經常去幫助人 其實就很像香港的形象 我們平時都很懂得去生活 但是最後如果有什麼要贈災 香港人總是很多時候捐很多錢 你會發覺這一段的描述 正好也是掛上九一揚獨傳 又顯示乾坤靜氣不會消失 宇宙生命力永遠存在 你會覺得那種合氣 那種豪情 那種凹骨 是不會那麼容易消失的 你會發覺 全部的東西都剝下 就靠一式上傳我們去頂住 你會發覺這個掛所說的東西 是不是就像現在香港的形象 那個情況 這個是梅艷芳的掛 亦都好像在說 香港現在的情況 我們就靠我們自己的奧骨去頂住 我於是就用了這個結構去切入 就去寫了 最後呢 因為我《夷陽之歌》 另一首是同一個melody 但不同的詞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沒錯,《千千決歌》 那我就想 我如何用《千千決歌》去做一個配對 又覺得很難 於是到最後我發覺 我想用梅艷芳的 因為她的歌曲其實是這麼多好的歌 我很想用一些她的歌詞 去表達了她的… 除了《夕陽之歌》 《夕陽之歌》 我就用來表達了她的一種上升 《夕陽之歌》的那種上升、上揚的氣勢 我覺得是無限好的 我要珍惜、我要堅持的那種力 但是那種… 對剝掛的那種耐性、忍耐 我用哪一首歌呢? 最後我把梅艷芳的歌重聽了一次 最後我選了這一首 好 《似水流流》 那麼呢 這個影片就很好 因為它的畫面是胭脂扣的畫面 好了 時間關係又是不說了 於是我就做了一個… 我做了兩個的對比了 就是上面的… 給人的感覺就是那種羊咬的上升的力度 和剝掛的那種忍耐 那種的平靜 我將那兩首歌詞去做了一些展輯並摺 我現在嘗試去朗讀這兩首詩的小節錄 讓大家去感受一下還有少許時間 太多了 謝謝 我們聽說 我們在這首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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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首歌曲 有一個歌詞 遠景不見 但仍向著前 遲遲連月 難耐者一生的變幻 如浮雲醉山 纏結者滄桑的眷額 誰在命裡 主在我 每天掙扎 人海裡邊 漫長路 罩國光陰退減 歡欣總短暫 未再返 哪個看透我 夢想是平淡 心中感嘆 似水流裂 不可以留住昨天 奔波中 心灰意淡 路上紛擾波折 在一彎 一天上 上到歸去 彈已晚 浩瀚煙波裡 我懷念 懷念往年 愛貌早改變 處境都變 情懷未變 這個很難才能唸到的 因為很容易就唱了出來 很難才令自己不唱出來 我一唱 我怕郭鴻師兄會打我們走 你會發覺原來兩首歌 是一個很不錯的化學效應 於是 我想 梅艷芳 其實從她的歌詞 去演繹的歌 都能夠表達著 剝掛的兩種力的方向 我特別從這件事一路去推顯 就是那種的一路推顯下來 都面對逆境而自強 不惜的那種好像很抽象 好像很老套的概念 這些說就是這樣說 好像媽媽說的老套話 如何通過梅艷芳的故事 梅艷芳在最後演唱會裡分紗的形象 而變得實在而且動人 我相信寫作其實也是不外乎的 就是你想到 最重要的就是想到這條計劃 這條計劃一想到之後 你其實是想到這什麼呢 就是你如何在別人的腦裡 留一幅清晰的畫面 首先第一樣 我希望讀的朋友 會留到一個畫面 就是她是這個剝掛 是一個夕陽的畫面 而她的那種 奧骨那種合氣 最後這篇文章 就是我寫了 這是我最接近尾聲的 那篇文裡的那一段 我讀完這篇文章就完了 那就交給下一位了 它叫做剝裂宗 因為她是剝掛 剝裂宗的陰謠中間的孔 因為那篇文裡也有說 因為下面是困掛 困代表什麼 代表地 地也代表母親 母性的東西 也代表子宮 就是子宮頸癌 也跟她的母親 其實她的悲劇 也跟她的母親 是很有關係的 我整篇文章也講到 那種剝裂的力 是來自哪裡 她生命裡 最後 我撇開了其他 全部的東西 她所剩下的 那個夕陽 所帶給她的 上升的力 是怎樣 我就做了 這一段的結尾 到達頂端 白沙蓋住了 樓梯的崎嶇 梅艷芳已成了 香港舞台上的一位 沒有梯級的樓頭人 彷彿一開始 便站在高端的天后 往日的崎嶇 壓根底沒有 自悔之餘地 她回頭向觀眾舉手匯別 大喊一聲 拜拜 台下的淚眼無不崩堤 如果要我為梅選一個神態作將 我會選者穿著婚紗 站在樓頭回頭舉手匯別的一刻 只有這一刻的雍容 才配得上那萬珠沙華的華麗 只有這一刻的奧骨 才撐得起壞女孩 不認輸的傲氣 只有這一刻的傳奇 才能將其他陰謠的剝力 折伏在樓下 銅像的腳下 還得清楚看見 繞到腳前的白沙 覆蓋著幾級梯街 柔化了街邊缺絕的輪廓 以此暗示那是最後一次回望 是對香港的顧念 而那揮手作別的姿態 雖然沒有詩人不下的魂彩遼遙 但我們彷彿聽見她那句 回望只為證明自己 不後悔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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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re 其實與我的教學和學生 關係都很緊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去看自己的寫作 在《香港人》這本書中 我寫了我的大學老師 王子平老師 然後我再去看平時的寫作 大部分的寫作 都是跟人很有關聯的 我曾經試圖找會不會有 任何一個作品,紳思也好 小說也好,散文也好 會不會是沒有人物的出現呢? 原來是沒有的 我亦開始發現 其實自己為何經常寫跟人有關的東西呢? 我就是很重視跟人的關係 在我生命中有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人 所以在寫作的時候 在人物中,我們會選擇了什麼來寫 包括我的親身經歷 或者是我去到最多的地方 就是校園 我的工作的地方 我的家 或者是在平時的街道上的一些觀察 我們在看的時候 但是我們說到在這些經歷裡面 我如何去選擇一些人出來 去書寫 我們的經歷也很有限 其實這個問題 也是平時上課的時候 跟學生來講寫作的時候 大家都會面對到的問題 例如我會跟他們說 我想想想 如果你身邊選擇一個人來寫 你選擇什麼人來寫呢?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你想想想你有沒有兄弟姊妹? 如果你有兄弟姊妹的話 現在要你寫一篇文 關於你的兄弟姊妹的 你寫她的好東西 還是寫她的壞東西? 十個有九個都說要寫她的壞東西 我問難道她真的有一點好東西也沒有嗎? 我想想你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是希望別人看完之後覺得 你的兄弟姊妹那麼壞東西 還是怎樣呢? 我問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你又會選擇她的壞東西來寫呢? 我問這個會不會跟你們的經歷有關連? 我問你真的去想想 完全有一點好的東西也沒有嗎? 那她去想久一點 想深一層 又不是 其實也有一點好東西的 這就是平時跟她們去相處的時候 她說如果我沒有兄弟姊妹 那我可以寫誰呢? 我問你寫你的同學 你一班二十多三十個同學 你一人跟她寫一篇 你已經半本書都在了 那她又要去想想 那到底我寫她們的壞東西呢? 我問你又想想 以前你跟她們相處是怎樣的 或者你現在跟她們相處又是怎樣的 你又想想 你很不喜歡那個同學 你為什麼要為她寫文呢? 我問你寫兄弟姊妹都寫她們壞東西了 你不喜歡她的話 你會更多東西寫 不過你永遠要記住 我們寫別人的壞東西的時候 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你寫完那篇文章 你希望別人吸收了什麼訊息 可以想想 還有你又想想 如果別人選你來寫的話 你希望別人寫你的好東西還是壞東西? 如果你不想別人寫你的壞東西 為什麼你平時做那麼多壞東西呢? 是吧? 我經常跟學生在那裡鬥嘴 然後我說 你這樣寫人的話 又很薄弱的 你只是寫什麼 我說 一開始寫描寫人的時候 我最擔心的是做什麼呢? 因為我難忘其中一篇文章 就是 我記得我們 我們教初中的中文的時候 有一篇文章 就要他們 請他們寫一位令你欣賞的工友 校工、依依叔叔的選擇來寫 我說 你一寫到人物,你們怎麼寫呢? 你立刻就打開那本 我們有一本小書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詞語 你立刻打開人物描寫那裡 他有什麼眼睛 什麼鼻子 我說 你寫工友、文叔 你也寫櫻桃小嘴 沒有理由的 我問你這個完全是跟他的 你跟文叔的連結真的很薄弱 你真的隨便找一些東西 總之我把人的樣子砌出來就可以了 我說不行 我們要去選擇那個人來寫的時候 我問你一定要想想一些 你跟他之間相處的東西 又或者你說 我跟他相處其實不太多 不過我經常都留意到 看看他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寫 你不寫國宿? 為什麼你寫文叔? 你不寫梅者? 你想想 到底有什麼特別 你在你平時的見聞裡面 到底有什麼 是你特別注意的呢? 我說這些你寫出來 才會覺得 這麼多人都不選 我只會選他 這些才是特別的 還有你說 不是的 我平時 都完全跟工友 都沒有任何的經歷了 我跟他們的意思也不談 我問你見到朋友 見到你的同學 跟他們相處吧 你可不可以 嘗試代入他們的經歷 或者聯想一下 可以嗎? 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我說為什麼那個同學 家政堂打爛那個蛋 被人罵的時候 那個同學那麼生氣 但是你又那麼開心 我說這個 你也可以嘗試去寫的 是不是? 如果發生在你身上 你又會有什麼感受呢? 這就是有時候 我跟他們說 我們寫作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代入別人的經歷 如何去想一下 如果是我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會怎樣做呢? 是的 我有什麼情緒 而且我會說情緒 你很容易覺得很生氣的話 我說你最生氣的時候 你當然想一拳打爛他的鼻 是嗎? 但是不可以這樣做 我說你怎麼知道 這個情感你真的生氣呢? 你隔了很久之後 再去思考這件事 我也覺得是生氣的 這個事情裡面 包括你自己 經歷這件事的 這些全部都是你可以寫的人物 剛才有提到 人的經歷是很有限的 我們很多時候 都是要透過聯想 或者聽別人的故事 想想別人的東西 才去擴闊我們想像的空間 以及範圍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如何去豐富自己的寫作材料 剛才朱老師也說了 我的工作的其中一個崗位 就是要在圖書館裡面 包括推廣閱讀 和他們有些閱讀的活動 可以用其中一個 我們的閱讀主題 和大家有少許分享 就是要寫一些 可能我們不是很熟悉的人 或者不是很熟悉的情況 我們如何做 去年我們有其中一個 閱讀主題 叫做借一雙眼睛 因為我們請了一位 視像作家來到學校分享 然後跟他們看那位作家的作品之餘 也要嘗試一下 我們經常說代入別人的感受 你去想一下 我可以怎樣做呢 他們一個一連串的活動 這個主題就是 看一些關於杜曼犬的作品 一些視像人士的作品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配套 他們除了閱讀之外 也會做一些相關的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 會跟他們弄足感書籤 我說糟了 我說你平時在哪裡發現點字 你平時在哪裡會看到點字 地上你會刻意去走那些引路徑 但你根本不知道那些引路徑有什麼用的 那你要去看書看看 到底這些有什麼用呢 還有在這些點字的時候 如果你想像一下 真的會用到這些點字的人 他平時生活是怎樣的呢 還有我又叫他們留意一下 平時你在車站那裡 有沒有發現其中一個 你經常覺得很吵 為何不斷地發出一些音樂呢 你留意一下那個東西 到底是用來做什麼的 就是你只是想著 他很吵 發出很多音樂的時候 你有留意過這個東西 它有什麼作用的呢 什麼人會用的呢 這就是我叫他們寫一些我不是很熟悉的人的時候 就要透過我們的觀察和代入 我說你試試閉上眼 由地鐵站其中一個出口走到另一個出口 包你走不了 你又沒有人帶著你的話 你又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那怎麼樣呢 我們閱讀的時候 可以看到別人的故事 也會去想想 這個整築書籤的時候 也給我有很多驚喜 我一開始就想著 他嘗試一下點字 其實任何的專業工具都沒有 為什麼會做這件事呢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這方面有些研究的 於是我就請教他 問問他可以怎樣做 他很好 還借了一本有點字的書給我 我就可以看到點字書是怎樣的 然後有一次有跟學校的同事 一起去到深光學校 看看他們的環境是怎樣的 回來我可以跟同學分享一下 然後看到那些點字 學了26個英文字幕的點字 怎樣做最好呢 要去試一下感受視像人士的生活 看閱讀 我就問數學老師借了一些格仔紙 點了那26個英文字幕出來 又問美術老師借一些壓特筆 叫他們試一下去想一句句子 或者一個詞語 你用點字寫出來的 點了出來之後 你試一下給有份學的同學摸一下 看看能不能摸到 你是寫什麼的 大家都摸不到的話 你知道原來 平時視像人士去閱讀 是有多麼困難 意外驚喜就是 有同學學完之後 他分享他的感受 他說什麼呢 他去寫那篇文章 寫關於人的時候 因為他代入視像人士去寫 他說 我以後做事 我要聽別人說話 明明老師也跟我說 你留意哪裏 不要反轉 我還沒聽他說 我自己開始弄 弄完出來 任何沒有一個人 摸得出我的書籤是寫什麼的 因為我根本就反轉了 我又有意外驚喜 我本身只是想著 純粹是代入看東西 看不清楚 或者是很有困難 甚至是失明的 會怎樣做呢 什麼情況呢 原來他們寫的時候 有時候未必是寫人 寫回自己 其實都是跟人有關係的 然後又會跟他們一起 有些不同的文本 譬如不同文類 我們也會看的 或者他們很害怕的文言文 我們也會去看看 希望他們可以有多點的聯想 也有多點的思考 也會問他們一些問題 例如 眼、耳、口、鼻、五罐 讓你選擇 你選擇不要什麼東西呢 是的 有些同學會說 不想不要眼睛 最想保留的是眼睛 要選擇保留的東西 比選擇不要的東西更難 但有個同學很奇怪 他選擇保留什麼東西呢 他選擇保留的嘴巴 保留的嘴巴 以為他做什麼 以為他喜歡吃東西 他說不是 我要保留的嘴巴 就是 因為讓別人罵我的時候 我可以立刻罵他 那好吧 今天又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因為我跟他們看書 要他們寫東西 都發現他們很多人物的時候 又寫 其實跟他們的人物形象很相似 很切合他們的個性 他平時也不會輸給別人的 在嘴巴上 看到原來我們寫作的時候 或者閱讀的時候 每人留意到的人物 或者每人的發揮 都是很不同的 這就是剛才說的 他們會保留什麼的活動 但也會面對一些難處 就是如果我每樣都寫的話 到底我選擇什麼來寫呢 是不是 我保留什麼 我說我們每個人的經歷 尤其是大家都是中學生 你的經歷都是很相似的 你說我要在這些相似的經歷裡面 找到一些獨特的片段出來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 我舉個例子 你寫旅行日 那就慘了 我說你寫一篇旅行日 你以為你慘了 我改文好像是世界末日 你個個都寫一樣的東西 如果我那年要教三班半 是同一級的 那就更糟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百多篇都是這樣的 我問有沒有一點點 可以找到一些 你跟別人是特別不同的 我想想 你個個都是坐那輛車去那個目的地 你總是有一點點不同的東西 你留意到的人也有一點點不同的 我說 我們就是要在這些平凡裡面 找到一些獨特之處 我說個個都是這麼平凡的 為什麼你會覺得自己跟別人是特別不同的 這個時候 原來跟同學一起去思考的時候 也發現 是的 原來我這個人物跟別人有特別不同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也有些關聯就是 發生了不同的事情 或者在不同的地方發生 甚至在不同的時間來發生 我說你走進學校這個門口 我說你中學第一天走進這個學校門口 我說你想想你最後一天 就是要離開這個 就是最後一次走進這個學校門口的時候 我說你要畢業了 我說也是很不同的 對吧 這個跟時間有不同 雖然是在同一個地方 你想想在這些關聯的時候 他們也教了我一些東西 跟他們的經歷裡面 教作文這件事情是怎樣 一些很微細的事情 也看到原來同樣的事情 同樣的主題 我們是人物 甚至是同一個人物 我們也可以有不同的發揮 例如教作文這件事情 我記得有一天八點多 我還未下班 竟然有人敲教完室的門 還是由老師請 學生請 好吧 我出來了 看到一個很鞍皮的同學 我沒有教他 他就跟我說 他說我有事找你 我說做什麼事 他說八點多你還不回家 他說是啊 我還未教功課 還未教作文 我說那你想怎樣 他說我想你教我作文 然後他還說 我看到你是我朋友 我和你是朋友 我才叫你教我 他說你不見我 隨便在街上找人來教 我跟他說 那行了 你隨便去街上找人來教 我跟你不是朋友 最後當然 我們就一起完成了這篇作文 我還請他喝蓋絲堡 吃餅之後 才一起回家 但是我給了我有些思考 就是其實他說得很對 他臨走的時候還跟我說 你還說我不是你的朋友 如果我不是你的朋友 你也不會教我 你也不會被我激到紮紮跳 我想是呀 我真的跟他有點關連 如果街上一個陌生人 叫我教他 我真的不會教他 是不是 看到 是呀 我們寫這個人的時候 在這件事情上 他當然是覺得自己很聰明 但是我自己在想 這個人物 我去寫的時候是怎樣的 我一想起 這個同學已經畢業了 我一想起 都覺得 真的挺有趣的 這個小食店 這件事 真的跟同學一起寫過這個文章 就是 我們一起寫一下學校 我們學校附近有個街市 跟他們一起去看看之後 我問這個小食店 很多人都會光顧 你們都經常光顧 我們一起寫一下那個阿姨 我寫了些什麼呢 我寫了就是 我想像一下那個阿姨 她經常看見我來小食店 這裡打獵 她經常覺得 這個老師真是無良 因為放學都這麼慘 為什麼吃東西 還要抓他們回去做功課 因為欠功課的同學 他們經常偷走 偷走又走不遠 你只是在學校附近的巴士站 小食店 要麼是球場 總有一個地方可以抓到她回來 我寫這個阿姨的時候 我就想像一下 她經常看見 這個老師這麼殘忍 放學也這麼辛苦 還經常去抓她回學校做功課 我稱之為打獵 同學寫出來寫什麼呢 她寫這個小食店 她說我每天都去光顧 這個阿姨對我都很好 又給大件一點 有時候送多件給我 我有一次就發現 咦? 對面開了一間新的小食店 我很想試試 但又覺得好像對不起這個阿姨 但有一次我終於忍不住了 我真的要去光顧 光顧的時候 我覺得阿姨一直在… 她覺得她背部 對面的阿姨一直在看著她 她覺得原來這間新的店 都不是那麼好吃 我以後都去光顧阿姨 那我就想 是不是真的? 還是你覺得不好意思? 她覺得… 我經常都光顧這個阿姨 她經常都送東西給我吃 我今天竟然不光顧她 原來同一個人物 我們大家去寫 有不同的經歷和不同的觀察 她寫出來也不一樣 我看到我說 你平時也不做功課 你一做功課 寫起來 你的心理描寫得這麼好 因為這個同學經常欠教功課 但這篇她寫得特別開心 可能因為寫完她又有得吃 這個畢業公仔又是怎樣呢? 幾年前我當班主任時 有一群中六的同學 那年,我忘記了 應該是我碩士畢業 我就跟他們一起拍畢業照 他們拍照的時候 就帶了很多道具 他們拿了我其中一個畢業公仔 一個同學說 這些東西 怕我這輩子都用不著了 因為我那年是教一些比較 不太喜歡讀書的同學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哇,我的心很酸 為什麼她會這樣說呢? 所以到他們中六畢業的時候 我就一人買了一隻 麵包超人的畢業公仔給他們 我自己也有一隻 整班到這麼多的同學 我都有為他們寫過一些文章 匯志另外一本書 《情味香港》裡面 其中一些學生 就是我那一班學生 為什麼會提起這件事呢? 就是我寫他們的時候 我還記得他們經常偷走 經常惹我 當然也會幫我一起打掃 但是上個星期 他們就找我 跟我說 我下個星期畢業了 因為有其中一個學生 他去了外國讀書 其實他也不是超級喜歡讀書的東西 不過這幾年就越讀越好 而且因為他家人是警察 所以送了他去外國讀書 他竟然說他畢業了 他每年回來我們都有聯絡 畢業當然很開心 但最開心的是 這個人物做了什麼事呢? 他說 我叫了我家人 帶你當年送那隻畢業公仔過來 跟我一起畢業 前幾天就把他和他父母拍的照片 他自己和那個公仔拍的照片 傳給我 他跟我說 我還記得那時怎樣怎樣 我都忍不住跟他說 我說我還記得那時 你和你爸爸一句話都不說 我天天和你媽媽聊天 看到原來我們要去寫這些人物的時候 一些生活的細節 一些真實的相處片段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看到這些就是我和同學 畢業了幾年 我數一數可能已經四、五年了 他竟然沒有丟到那個公仔 還會帶他畢業 他說 我明年讀碩士 我會帶他一起拍照 我就覺得 我們要去寫這些人物的時候 一定要有這些細節 這些相處的真實片段 來串連 才可以令到那個人物的形象 更加立體和更加具體 這個也是我和同學 寫人物的時候 有一些彼此的分享 也說我們平時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怎樣鍛鍊呢 就是你一定要提升你的敏感度 我說只是八卦是不夠的 我們只是八卦聽別人的東西 聽完之後你可能只是笑別人而已 笑完之後 我說你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敏感度 就是無論是物件也好 事情也好 還是跟人物的相處也好 我說你要有這個敏感的觀察 你才可以寫到一些 我說你自己也覺得感動 你自己也覺得好看的 我說你才好意思拿給別人看的 如果你自己寫完之後 你也不知道自己寫的什麼 你怎樣給別人看 所以在寫人物的時候 就會跟他們有這些小小的分享 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聽到Missi 尤印尼老師說的內容 就是你會發覺有這樣的老師 我們香港語文教育 都不是完全絕望的 做尤老師的學生是非常幸福的 很好 那個分享很精彩 很貼地 完全不是唱高調 接著就是第三位男性講者 潘步蕭校長 請你上台預備一下 我今天選了個身份 我用校長來介紹他 其實潘校長有很多身份 他是校長 又是老師 又是作家 他寫作以紳思和散文為主 另外還是戲曲的研究者 因為他讀碩士博士學位的時候 都是專攻中國古典戲曲的 現在仍然在教學 或者是做校長之餘 都還繼續有研究 這是非常難得 潘校長還有一個身份 我估計在座的朋友未必知道 他就是一個足球員 過氣 不可以用過氣 以前曾經是足球員的 我為什麼會知道呢 因為在香港人這部書中 潘校長就交了一篇文 那篇文說到香港之寶 就是姚卓然先生的一個生平片段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說這回事 那我就將時間交給潘校長 麻煩你 謝謝朱博士 大家好 那 我本來也怕小章 跳展形容 因為是一號風球吹 待會他說我十號風球都吹不起來 幸好他又放了我一馬 會的 我也說 那個文章是寫姚卓然的 因為羅老總吩咐我要寫這篇文的時候 或是來這次講座分享的時候 我都問羅老總 究竟是想我們自己寫這篇文 還是說怎樣寫人物 羅老總就很哲學地說 可以了 你解決了 於是我又不想他覺得我太蠢 就免得問了 所以我就 取其平衡 在我的預備裡面 兩樣都說一點 我也有一點點職業病 就是說一說你給我一個題目 我總是要說一點 好像一些理論一樣 然後就落到我的作品上 好嗎 因為時間也不是很多 也留了一點時間 可以交流一下 雖然我都是二十多分鐘的一個分享 但是我都幫自己這個分享 設了一點關鍵語 我就叫詩文與交織 其實我就覺得寫人物 其實這兩個概念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當我們去處理一篇文章 其實我自己去選擇幫會節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當然我也理解可以選一些 和我身邊生活很貼近的人 但我也寫過 過去已經寫了 在寒丹記 在我另外的新文集 寫我爸爸媽媽這些這麼貼近的人 其實我已經寫了 所以這次其實我也是會選一些公眾的人物 但是我覺得無論如何都好 其實剛才恩尼說的時候 都已經說了一種 他就用了一個關聯的詞語 其實我們跟我們看一篇文章 我們選定要寫人物的時候 如果我們那個人物去經營的過程 塑造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一定有一點 我們跟那個人物本身的一些關聯 而如果那個關聯是你跟他獨有的話 那篇文章當然會是可以… 會… 會… 星光閃閃閃一點 這個也是… 都是我構想的作品裡面的其中一個… 那麼… 的考慮來的 我講一點… 一些思考 一接到羅魯總這個… 分享的要求的時候 其實第一就是… 講人物這件事 我們講中國文化小張笑話 就是講要講一點 你說我們中國文化傳統其實就是… 就是… 人物就是我們中國序事文學裡面一個 其實很重要的固點 等於我們中國人讀… 我們中國的歷史 記著看 尤其是司馬遷開始 我們其實是用人物去講這個世界 去講這個世界很多的規律 另外就是寫人物的時候 我們考慮另一件事 因為全部都其實… 你說就講中國文化的傳統裡面 講人物這件事可以另外講兩個小時 但當然不會在今天選擇 因為今天可能… 既然是這樣 我都選了多一點 講我的篇文 那篇文的想法 另外就是一個虛構和寫實的處理 在人物裡面 既然寫到人物… 我們跟那個人物越近… 譬如我們寫著自己爸爸媽媽 家人 這個真實程度當然可以很多 是吧 但如果寫一個… 譬如我們寫著一個演員 寫著一個大明星 寫著一個國際巨星的時候 其實裡面所謂的虛構和寫實的考慮又少了一點 即…又不同了 另外就是那個關係 剛才我所說的 其實這個是重要的 就是說… 為甚麼要選這個人來寫呢 在茫茫人海裡面 為甚麼要選這個人來寫呢 總是你有一些跟他的關係的 那麼這個是…我想在那個藝術用心裡面 是需要大家考慮的 另外就是當說寫人物的時候 究竟我們其實在考慮做甚麼的事情 就是寫著一個人 一類人 寫著這個人 其實不是想寫這個人 其實正如我寫姚翠賢 主要不是想寫姚翠賢 姚翠賢背後所展現的香港… 當然我對他也很敬重 一個踢球的踢得這麼厲害的人 我很喜歡踢球的 待會兒講到的時候就講一點點吧 那麼… 寫這句人… 這個背後的… 牽引出來的東西還是怎樣呢 另外就是寫的手法上面 我也引了周芬寧的在三文貨裡面 順袖也引了這句 就是以前寫的文章 最怕流水漲 這個大家很明白 現在最怕就是… 爆炸頭 就是說當寫人物的時候 我們都面對所謂爆炸頭 一開始就寫得很厲害 開得很大 但無以為計 如何把這個人物很多面 很立體 很完整地呈現出來 這個其實都是當我們真的要處理寫人物的時候 可能很多要注意的東西 我只是在下面簡單地做了 這個不是一個方程式 不是一個方程式 我手畫完之後 然後就找一些公仔代表他 其實在一個作者和人物之間 作者去寫選擇的人物的時候 當然是背負著他的成長 他自己的成長、經歷、情感、聯想等等 例如我寫一個足球明星 姚翠賢的時候 當然跟我成長有關 如果我是一個喜歡籃球的人 我應該不會寫姚翠賢 是不是 還有我真的都接觸過一些職業足球 這個跟我經歷都相關 是不是 好了 而作者和人物之間 其實當我們去看這些用人物為題的文章的時候 其實我們總要處理的就是 一些部分是人所共知的 譬如姚翠賢是香港之寶 有這個稱號 這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有些部分是作者和人物之間 本身可能獨有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關聯的部分 相連的部分 是作者和人物自己本身獨有的話 這個部分很多時候 其實是最可以製造文章 你的文章可以開展 或者令到你的文章吸引人的地方 吸引人的地方 這些都是很快地跑過場 讓大家知道一些背後的理念 寫人物的時候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是可以寫那個人 本身的那個人 但其實很難只是停留那個人 那個人本身 譬如葦城寫梅艷芳 如果只是停留梅艷芳 沒有梅艷芳背後的展現和藝術 對藝術的執著 這些我都相信很難可以展現下去 所以只是那個人 其實當然不是容易的 但是比重 究竟我們在寫那個人所代表 所處、所身處、所代表 所引入的一些聯想思考、感受 這些很多事 才讓我們選擇 怎樣寫人物的時候的一個重點 周斌寧在《散文庫》裡的一句說話 其實都說得很清楚了 《散文》的技法還有錯字 這是在寫人 將A改成B 交織你和我 交織與詩密 我就在這裡拿出交織的字 怎樣將那個人物 你想寫的人物 你和他之間的關係 你和他之間往來的一種效果 做一種互動 擺入文章做 這是寫人物的方法 我舉幾個例子 我就說了自己的篇文 好嗎 說了幾個 我覺得寫得很好的人物的位置 比如宗義文有一篇文章叫做 《台灣作家》 宗義文有一篇文章叫 《漸漸死去的房間》 他寫他的曾祖母 但是他用很好的筆墨 去寫他曾祖母的房間 當然他寫的曾祖母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也不是純粹想寫一個親人 他說 混族而龐大 氣味像一大群低飛的婚鴨 當然是一個好的手法 用一群低飛的婚鴨去形容那種氣味 盤距在大宅的幽暗溫神一般的角落 斑薄的木板隔出陰暗的房間 在大宅的後方 寬闖廚房的西藍魚 他偏離大家的活動的中心 塞縮於沒有陽光眷固的所在 彷彿在等待一種低調而愛傷的詮釋 用了很多的描寫去寫那間房間的感覺 味道給你的氣味 然後他才寫的一句 曾祖母就在那兒 而親手了結了自己近百歲的生命 這是寫人物的一種方法 即是他如何去觀察、如何去捕捉 他想寫了曾祖母的一些特別的地方 另一種就不是… 好像我剛才所說的寫人 或者不是寫人,而是寫一種人 另一個完全換了一種 蘇童有一篇文章叫不拘小節的人 他一開始寫了三種不拘小節的人 也是很有趣的 跟鍾二汶剛剛的筆封完全不同 不拘小節的人是怎樣的人呢 他寫了一種人 對嗎? 他說…對不起,這個在字 你在旅途上經常能碰到 就是腳狠臭而喜歡脫鞋的人 他是個具有福同享有味和文觀念的人 把腳放在你的面前 自己讀報或者睡覺 就這樣君子坦蕩蕩地將他的腳秘密 超視眾人 毫無朵朵閃閃的鐵尼姿態 不拘小節的人 就是跑到你家裡 來東找找西某某 臨走從書架上 抽一本書 告訴你我 拿回去看看的那種人 他這個也是寫作為一種人的特點而已 就是捕捉了其中的某些特點 不是一個人,是一種人 其實他還有的 他寫了 不過我免得忍得這麼多 後面也寫了一些跟你吃飯 然後就說他給錢 然後最後就變成你給錢的那些 這篇我很欣賞的 亦都是 其實三篇文章 我不是說要說寫人物的理論 而我展現 寫人物可以有很多種手法 這篇我很欣賞的 是一個… 因為我們一般的理解 寫一個人物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對那個人物有很多掌握 很多… 很多… 形式 很多的經驗 很多的… 沉澱才能寫 史烈生是一個很優秀的作家 他寫一個… 在二老老這篇文章 寫一個這樣的長輩 最獨特的地方 就是他對這個長輩 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印象 沒有印象都寫得 而且寫得很好才是高手 這個是最獨特的地方 你對那個人 譬如我們寫爸爸媽媽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寫 坦白說 寫得多深入、多具體 其實本來是應該的 是吧 高低手之分 只不過是你寫出來能不能動人 動別人看的時候 是動不動人 打動你自己本來是應該的 如果那個是你很親、很親、很… 從小到大都跟他一起相處的人 但是這個… 你就會看到 他說 這確實有些奇怪 我與他見面 總共也不會超過十次 我甚至不記得他 跟我說過什麼 記不得他的聲音 他是無聲的、黑白的像 一道影子穿一件素色旗袍 從休暗中走出來 買過一道邪陽 這全是他的感覺 感覺而已 走近我 然後摸摸我的頭 你一理起我的頭髮 簽細的手指在我的髮間穿插 輕輕地戰鬥 僅此而矣 其餘都已經模糊 他就憑這個印象寫了這篇文章 非常好的 非常高的水平 直到現在 現在我真的要寫他了 其實我還不清楚 為什麼要寫他 以及寫他的什麼 也許 中間大段 其實他就是捉住他 摸他的手 那些箭斗 就是這個箭斗讓我記住他 也許 關於他我能夠寫的地方 也許只有這箭斗 這箭斗是一種數說 如同一個語言 可以伸展所有憂心的地方 出奇不異地令人震撼 但因為沒辦法 整篇文都隱藏在這裏 我只是想說一個概念 就是一般來說 我們寫人物 當然要靠對我們的人物 有很多理解 有很多相處 有很多掌握 而這個事實上反過來 就是當我們選人物來寫的時候 我們自己去思考 所以通常 學生更加 一定我們都是由親人寫起 就算我們自己寫的經歷也很常 但是怎麼可以寫 走出去 這些人都可以寫得到 還有那個技法本身就是重要的 好了 那回來就看我那篇文章 剩下十分鐘 當這個會志 邀請我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其實我當時是有些考慮的 這個鏡頭上的幾幅照片的人物 當時我也有考慮過 唐笛生當然是我很正勞的考慮 不過唐笛生就太沒有意外 如果我寫唐笛生 所以太沒想過 就不要著了 是嗎 羅老總當時很想我寫林家昇 經常叫我寫林家昇 但是 其實我不知道為甚麼 但是最後我都可以寫到的 但是我都放下了 但坦白說,當時我有考慮是兩個人 一個是姚卓賢,一個是于素秋 于素秋是那段時間過世無奈 這兩個人,我想都是作為一個 我這個思路的過程裏面可以和大家印證一下 我們怎樣去選擇 就是一個私密和公開的考慮 姚卓賢,我見過她 就算你夠資歷看球,你也可能不會 在我看球,即是香港的所謂足球球王 即是真正應該被確認,大家沒有什麼爭拗 對上一個應該叫胡國雄 胡國雄,接著對上一個叫張子黛 在50年代有一個叫姚卓賢 姚卓賢是50年代很出名的球員 很出名的 《香港之寶》這四個字不是我作的 是他在歐洲踢球的時候意大利的報紙寫他 用這四個字來形容他 從此他在香港叫做《香港之寶》 但在90年代初還是中,我忘記了 那時候我還能踢球 那時候有一隊粵組球隊 爭取主席杯,是一個杯賽 我朋友剛才做教練 叫我去幫忙踢幾場 最後那幾場,入到八場 最後踢幾場 我踢完之後 他們其實是有錢收的 踢完有錢收,每一場逐場計算的 我主要是為了踢高水平的賽事 踢完之後一起吃飯 座中就是一個老人家 老人家一直都是這樣 其實你看看我的文章已經說了 在座席裏面一起吃飯 我看到一些人對他很恭敬 說話的時候 說到剛才長球踢得怎麼樣的時候 或者練球的時候怎麼樣 大家有什麼意見 就回頭問他 說師父,你認不認爲是嗎 終於有一次我就忍不住 就問旁邊的隊友 他說他是誰 這個老人家是誰 他說你不認識他? 姚卓言 我對這件事 我一直都心以為愧 因為我作為一個喜歡踢球的人 竟然姚卓言 坐在我對面 我是不知道 要別人告訴我才不知道 這個是一個位 當然,老實說 那個時候的姚卓言 坦白說已經是比較老倒 很老倒 然後呢 另一個畫面 另一個真實的畫面 亦都令到我觸發 其實我會寫這篇文章 就是 很多年後 若干年後 有一年,你們可能還記得 就是 香港出現一些 歌聲淫照事件 在網上 在報紙上很厲害 在鋪天蓋地的 報紙版面裡面的角落 我看到一段新聞 就是姚卓言 死在西環的一個療養院 死的時候是沒有人知道的 翌日才是… 翌日才說是姚卓言 那些人便去報道 那我就很慨嘆 我就很慨嘆 拿了這兩個位置 這兩件事 特別是第一件事 跟姚卓言面對面吃飯 這件事 是我的私物 沒什麼人有這個經驗 有這樣的經驗的人 也未必可以同時用語言文字 把它變成一篇散文 寫出來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一個 我當時選擇 我覺得可以用得很多 而且… 可以發展 因為當我寫姚卓言的時候 大家聽到 其實你馬上出了一個感慨 就是香港的體育 香港的足球 我的確是曾經 除了教育界 我最接近的職業 就是職業足球 我是… 因為轉成全華班 所以當時球會說 注冊甲組 我們也不踢 而且當時加入了浸會 當時浸會收我 當然是去讀中文 開玩笑 所以那個… 情景就是這樣 從而引進出來 當然如果只是寫香港體育 當然整個寫法是很單薄的 在過程中 我還引入了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 人與人之間的遺忘 其實… 我們一直給我感覺到 姚卓妍曾經在香港這麼威風 是很威風的 是很威風的 即是香港之寶 這四個字 稱足球界的人 仍然只是稱他 到今才為止 過去的一百年 用香港之寶來形容踢球的人 是他 OK? 但是我會… 我一直… 整個過程中 覺得重要的就是… 我們一直這樣… 我們在說香港人 香港事 我們其實不停地… 我知道遺忘這個詞語 在我寫的東西裡 都經常出現 我經常覺得 我們不停地在遺忘這些 要出現被遺忘 還有一件事 可以剛才打橫插入我這篇文 就是… 另外一個很出名的球星 叫做梁瑞榮 梁瑞榮是香港足球隊 代表隊的隊長 五一九的功臣 年輕的和朋友 一定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梁瑞榮有一年來 我學校教踢球 但是梁瑞榮在我年輕的時候 和我是隊友 當然他是夾組 我是預備組的球員 我們有年多兩年 一起在宿舍裡 練完球一起吃飯 一起換衣服 我出去問他 他在我的籃球場 教我的方文仔踢球 我出去問他 你認不認得我 他不認得我 他已經完全不記得我是誰 然後再妙的就是 我轉過來問我那些方文的同學 你們知道他是誰 他們不知道 他一樣不知道 在他忘記我的同事 其實香港人也忘記梁瑞榮 如果今天出席的朋友 不是踢球的 你會比較難明白我說的話 如果你是踢球 你就會明白 梁瑞榮這些都會忘記了嗎 我們 梅艷芳其實好像 葦誠說 已經有年輕一代 不知道誰是梅艷芳 其實我們都 在說香港人 香港人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感覺 就是我們一直說 一直都忘記他們 我寫姚卓賢 我也是希望 令到香港人可以記得 除了姚卓賢之外 又姚卓賢 隱身開去 我去利物浦岸菲路球場 看別人踢球 老遠還沒下車 已經很大的招牌 掛著 利物浦球員的樣子 很尊重 很尊敬 很大的招牌 很大的招牌 幾層樓 香港也可以 政府大球場都可以 我覺得 所以我很想 帶出來 其實我寫姚卓賢 寫《香港之報》這件事 我很想帶出來 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遺忘 在我們的時代 和香港的社會 其實 會知這本文集 這本合集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令我們 如果多些人看 多些人會一直一直記住 讓我們慢慢遺忘的人 那 姚卓賢這個部分 我覺得 公開性比較多 公開性比較多 當時我沒有選擇《於宇宙秋》 其實《於宇宙秋》那篇文章 我都寫了 快要看 如果你們 九月會在某一份文學雜誌上登 但《於宇宙秋》 我的感覺 我只是講一個比喻 就是《於宇宙秋》 我經常覺得 他是一首唐人七律 為什麼呢? 就是大家去理解唐人七律 就是覺得 要講對象、要講對偶、要講格律 其實 講這些 只不過是 你問我 只不過是讀唐詩的末流 讀唐詩的主流 正路 就是讀唐詩 這首唐詩裡面 有什麼藝術高超的地方 看《於宇宙秋》 一想起《於宇宙秋》 大家就當他女俠 就是這個 這個 是不是? 一想起《於宇宙秋》 就是這個 我的《於宇宙秋》 那篇文章叫做 《讀一首唐人七律》 我的《於宇宙秋》 我的《於宇宙秋》 就不是這樣的 我的《於宇宙秋》 幾個片段很深印象的 一個是他做這個金蟬女 很凶狠、惡毒 用吸精神掌 吸死了我很喜歡那隻大黑的星星 我很生氣 在我小時候 這是我一個好心的印象 另一個好心的印象 是離江河叛血海仇 他做一個很霸道的女人 胡鋒因為他幾十年都扮啞 不說話 還有一個很精彩的 段橋產子 蘇勇幫他和麥秉明寫的一個劇本 他連環十二腳踢槍 嘆為觀止 《於宇宙秋》就不是這樣的樣子 當我去寫《於宇宙秋》 我就帶出另一種 就好像現代人讀唐人的律師 就以為一定是那些 合格律就是律師 當然不是 但是那個位置 是我覺得 詩密性比較強的 我看《於宇宙秋》 我小時候讀上就班下就班 我讀了月宇片 我是專家 五星星的 如果你考了月宇片 看了很多下午 看了很多月宇片 我吸收了 我對《於宇宙秋》有一個很強的印象 這個印象 我覺得跟一般人不同 但這個 我又覺得 不是很適合羅老總那本 因為羅老總那本 我是很想令香港人 警告一件事 就是我們不要遺忘 我們不應該遺忘的人 姚卓言 是我們遺忘的 一個這麼出色的足球員 一個這麼出色的足球員 竟然 當我們全城都關注那些淫趙事件的時候 他在一個療養院裡 寂寞地死去 沒有人管 報紙 童韌這麼小 還在體育新聞上說 體育版上說 相當令人慨嘆 這兩個畫面 其實一直都很觸動我 因為我真的見過姚卓言 我跟他吃完飯一起走的時候 我真的見到他 一個很… 好像不是很尊敬 但當時的確是很囂張的 很囂張的 他就是駕駛的士的時候攬收車資 再一個就是過了身的時候 大家曾相報道 他死前還要住劏房 所以這個是我對香港體育 我自己曾經參與過的很大概誕 可以嗎 我想我也說回我選擇的情況 東拉西斜就說到這裡 希望如果可以再聊天 在寫法上可以多說一些 多謝大家 好 接下來我們有些時間可以互動交流一下 我們也請兩位講者上來 請你可以移一移過去 請劉慧成先生 由欣尼老師 請坐 前面杯水應該都可以喝 好像乾淨的 好 好了 那麼 剛才大家都聽了有些分享 都是跟關於寫作有關的 在座三位都是作家 對於於於數秋的那個 我就覺得很有興趣 因為他在我心目中就是求玉華 如果心長 印象非常深刻 是的 剩下的時間 大家可以交流 聊聊聊天 好嗎 前面有麥克風的 如果你們都可以入座 你覺得問題 你們可以回應 可以回應 請在座的朋友 麻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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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幾句 來聽這個講座 就是文學香港 這次其實是否可以把範圍再縮窄一點呢 其實如果大家有機會 或者等下可以去看看香港人這本書 其實在我前言 一開始我已經說了一點點了 其實我自己有個心願 其實我都希望一路通過文學的作品 其實為香港留一些紀錄 我覺得香港人 尤其是大家的本土意識也好 或者大家對香港的感情也好 在這幾年來講 大家都展現出來的 我們覺得通過文字 跟一個文學角度 通過文學家 大家的筆下 其實會寫出不同的人 這個呢 如果是繼續 我們能夠把這些作品流傳下去 給我們以後的大家的 無論大家的子女也好 或者以後的香港人看到也好 其實是一個很值得留念的 正如剛才潘校長說 姚卓賢 如果他不寫下 大家再過多 我想十年八年 或者之後 可能不記得 哪個是姚卓賢呢 所以其實今次這個選題 當然了 今次因為這本書的另一個主片 就是 朱博士 朱少掌博士 在我構思之後 我都跟他談過 他都覺得我們 今次其實定這個 香港人的題目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答到 剛才那位聽眾 希望大家喜歡這本書 多謝大家 我說幾句 請下一位 請多謝 很感謝你們幾位 今天我們獲益良多 因為很好聽 還有那些 PowerPoint很漂亮 很賞心悅目 譬如一地老師 如何跟小朋友 學習的寫作 然後劉偉誠 說梅艷芳 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很喜歡梅艷芳 劉偉誠說 這個是足球的前輩 我又不認識 但是 當你說到那些細節 我就立刻想起 我們香港的一位老師人何達 我們跟他怎樣吃鱗魚 怎樣在鵝頸橋 怎樣向他學 寫短篇小說 然後到他後來有病 我們怎樣跟他去慈善安養院 怎樣去中坎角那裡 怎樣沒有人去探望他 然後他怎樣 跡腳 準備要做手術等等 那種畫面 你說的時候 就令我想起 我們在中大上堂那些親切 和之後他那些老年的時候 那個樂樸 真是現在都遺忘 雖然現在都有朗誠節 朗誠節 朗誠節就是朗誠其他作品 就多了 以前很多朗誠節 都是何達 都是很多作品 是被朗誠 所以很得益 聽這些很多事情 但是朱少章 博士理筆下的香港人 好像還沒有跟我們分享 所以我也想借這個機會 你會不會也說一點點 因為一向朱教授 朱教授很喜歡聽他說話 很風趣 令你很多聯想 三位說得很精彩 好,漏了你就差一點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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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給我一個機會 做一下攝石人 因為今天三位才是主角 我在這本二十七家的散文合集裡 我都有一篇 我的想法也是跟潘校長一樣 你想到我寫那個 我就不寫 大家想潘校長當然寫唐力生 朱少章當然寫十三宿 當然寫南海十三郎 我就不寫南海十三郎 我寫誰呢 我是寫小詩老師的 小詩老師對我來說 其實我不是小詩老師的學生 當然我尊重一定叫他做老師 因為他對我的精神上的感召 感召非常之大 我就把那個感覺寫下來 我簡單地說 先買一下關子 大家有興趣 因為羅先生很低調 他經常叫人去圖書館借書 我怎麼叫人去圖書館借書 當然是買書才行 所以我在這裡做一些厭惡性工作 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 朱少章怎麼寫小詩老師 或者本校長怎麼寫姚卓言 詳細的修詞文句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好 謝謝 好 下一位朋友有些甚麼可以分享一下 是 不一定提問題 或者你說一下你的意見也可以 是 多謝你 多謝 大家好 想請問你們是屬於語義作家 還是算是職業作家 你們有沒有跟中國大陸各方面 作一些文化交流 在大陸也有很多很好的作者 多謝你 或者我先回答 我應該是業餘 是嗎? 好 你們順著回答 我也是業餘 我的正職是中學老師 我都必須有這份正職 才可以維持我這個寫作的興趣 下一位 我也是業餘 我是出版社 否則也維持不到新計 下一位 當然是業餘 也是業餘 多數都是業餘 業餘也有業餘的優勢 當然是專業有專業的優勢 當然是專業有專業的優勢 我記得當年胡彥清老師 即是我們老師 胡彥清老師 胡彥清老師也說 其實你一邊做事 你業餘去寫作 你那個作品 無論你寫小說 詩歌、散文也好 你取材上面 其實也會多些取材 當然並不是專業的作家 就不能取材 而是也有一個優勢 我們當作是半公讀 一邊做事 又寫文章 也有一個優勢 我想寫作這方面 業餘和職業的概念 未必跟所有項目一樣 你說踢球 又說踢球 足球員 職業和業餘 肯定是一條界線 但是寫作 至少我們四位都會同意 這不是界線 不是高低的界線 而只不過是寫作這方面 只能成為一種職業 那個保障性 跟其他人就未必一樣 所以 尤其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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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有沒有補充 有沒有補充 是 其他朋友 是 可以說一下 有嗎 沒有 沒有 暫時沒有 我 我是 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 但是 很多的交流都不會 但是 某程度上 有時候會談一下 是會有的 有作家來往 有時候 譬如我去年 剛剛四月 我都請過韓少公來香港 但是 我想又不是在那個地域 就是 應該是這樣 那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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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版社 我們的出版社是 大陸有分社 那麼 我們都 出了很多大陸作家的書 那麼 交流未必是很直接 那麼 可能 跟他們的文字 或者 偶然有些場合的機會 都會是 通過一些 食飯 這樣就可以 交流到 那麼 另外就是 會有一個 比較長時間的交流 就是 我去年去了愛河華 那麼 愛河華就一定是有 這個 就是大陸作家的代表 那麼 去年我去到的 也是很幸運地 就是 何鴻藝 就是 家族基金的贊助 那麼 因為我去年去了 剛巧五十周年 就是那個國際作家工作坊的五十周年 那麼他呢 就有一個的 就是 請以前的大陸作家比較多 譬如北飛魚那天就有去 那麼去開了一個華文的 就是 華文文學發展的交流會 那麼 我覺得這些場合 都認識了一些 中國作家 但是 事實上很頻密的交流 就不是很多 因為其實 我們以為 香港人很忙 其實大陸作家 比我們更忙 所以 其實 就比較少 就是 生活上 好 游老師有沒有補充 沒有 那麼 我們時間都 比較緊迫 或者請 我們多一個 發言 好嗎 有哪位朋友 是想 講一下意見 是 多謝你 很多謝幾位的分享 今天都勾起我的感想 就是 講詩物 還有一些 寫人物 那方面的東西 那麼 其實遺忘 和難忘 都是 好像一個 前臂的兩面 我早幾年寫了一篇文 紀念回我中學老師 廖應齊老師 那麼 前幾天我在上環導賞 那就是講開梅艷芳 那我導賞一些中大學生 家裡學生 有些是本地的學生 那麼 那些九零後 已經 好像你說 已經不知道 演織球 這支電影 那麼 也就是 好像我 守天星中流的時候 跟一些 絕食學生 想唱 我填了一首詞 平湖秋語 他們連平湖秋語 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 遺忘 是很容易的 根本 從幾樣東西 例證 那麼我寫了中國老師 為什麼 因為 香港天文學會 他在2014年過生 居然提了很多顆 瑞星 沒有提 1965年我老師 拍了一顆 瑞星 轟動全香港 那顆 池谷關瑞星 叫什麼瑞星 池谷關 是的 我想大家可以記一下 是兩個日本 遺忘天文 晚上不睡覺 搜索 夜空 一個叫池谷 分 一個叫關 最先發現 那顆 瑞星 國際天文界的傳統 就是用它們的姓 命名 所以合起來 就叫池谷關 瑞星 好 或者因為我們時間也差不多 縮短 我講的總結感想 就是說 我們香港人 是有很多值得去保留我們的價值 但是 不要忘記 我們是很容易遺忘 這些應該很難忘的人物 以及我們的文化 以及我們的價值觀 以及事情 我將這幾樣東西 綜合我這個感想 給大家分享 謝謝你 還有很多東西想說 可能是羅先生 池谷關瑞星 多謝你 我已經認識多謝一件事 多謝先生